好,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人,我是主持雪凌 毛鞋 鏡花先生 黃牙 寬送花花的MK3 包子 既然說得寬送鏡花的話,當然是他應典了很久,到好像一年了 好像真的一年了,我記得我出話要招人來講,好像二月幾的事 一個黃牙應該知道,我記得他很早發電郵來,但我去了澳洲再回來 你現在就快回澳洲,才來錄這個動畫公司 這東西來了很久,動畫作人系列,講完新黃超師,講完英老動畫之後,講了很多人想聽的動畫公司 先簡單介紹一下動畫公司的背景 如果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動畫公司本來是一個工作室 它是Sunrise分析出來的動畫公司 它整班人就是一個,他們有些主要製作人,就是南亞二,馮瓣浩斯 馮瓣浩斯的話,就是無限的美資,或是Gundam Seed那些人次就是他 這些製作人,就出來這裡,就開了這個動畫公司 某程度上來講,他第一套作品應該是星際牛仔 不過那套是Sunrise製作的,但是那班人馬去做 所以之後你會看到,劇場班給了Bones去做 因為那班人已經獨立了出來做Bones 但是如果他第一套真的是動畫公司自己做的動畫 就是這個機巧奇傳 由此你都見到,其實這個Bones 因為始終是Sunrise出來,所以他會做得比較多機器人的動畫 不過另一個特點就是他原創動畫比較多 這個社長為什麼現在要做Bones呢? 就是他希望他做的動畫是有骨頭的動畫 不是說是有骨頭的動畫 有腰骨的動畫 不是他意思是有骨頭,意思是有內涵 沒錯,有內涵 當然這些動畫人都會有骨氣 當然男人最好都會有骨氣 都算幾個骨氣來講 這個動畫來到現在起飛的時候 大家做改變動畫多的時候都會繼續做原創動畫 其實你說他第一套機巧奇傳裡面 其實都提到Bones去到日後 其實都很主張原創一個家空世界 很多時候都會說一些機器人片 或者是獨立了某個地區 例如之後的星期 就獨立一個小島 但他都會很著重建構一個自己的世界出來 即他不是那種是你本身有一個既定的世界觀 即地球 不是那裏的屏空新的機器人出來 就比較少 即他是會有自己的特色在裡面 所以這裏都很不同 這裏雖然做機器人片 但是他做機器人片的方式 就跟其他公司有些不同 例如你看Gundam 或者一些熱血機器人片 就是講 Gundam就很講 在機器人中間的戰爭 熱血機器人 很明顯是說 機器人和機器人打 對 機器人和機器人打 一定是基本來的 當然 但是他比較focus 在戰爭的怎樣混合 中間 那場戰爭才是重點的主軸在裡面 人反而是他們中間的怎樣發展 就是一件事來的 但是 例如熱血機器人片 就是那些 你可能是 超過那些魔王 壞黨 那些 就是你的重點是放進去 熱血機器人怎樣打那些魔王 但是如果Bones做的機器人動畫 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他不是很放重點 去機器人中的打鬥 或者機器人本身 而他只是以機器人作為個 對 所以 他比較注重下去 就是一個人之間的關係 對 對 剛剛三哥也有說到 對 就是他以機器人為中心發展的故事 不是 是以故事為中心 加機器人進去 都可以 像拉德鋒一樣 最後他連機器人都不用上場 哈哈 機器人是搭檔的 都可以這樣說 但是他有很多機器人的元素裡面 應該說 但是始終 是的 雖然以機器人為發展 就是推了劇情 但是 人才是故事裡面的核心 人與人之間 如何發展出的關係 劇情的描寫 那方面 才是Bones最主要的地方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Bones的動畫公司 最特別的地方 或者他追求內涵的本質 就是在這一方面尋購 好 我們接下來了 雖然我們這次的節目 主要介紹到 主要以原創的動畫為主 所以我們可能 先抽獲一個年代裡面 最耳熟人場 或者最出美的機器人的動畫 我想以初期來說 比較多人知道 雖然也比較舊的 《逆世神陰》可能 《逆世神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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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去就像 這個 《逆世神陰》的歌劇 然後 你當它是《逆世神陰》也好 還是 很像《逆世神陰》 是有很重的《逆世神陰》 但是沒有辦法 那個年代 什麼《逆世神陰》都受到《逆世神陰》 受到《逆世神陰》的影響 其實 因為 為什麼你覺得 像《逆世神陰》 因為他們作品的定性上 是比較不像 因為 因為 關係之間的關係也很像 就是 有一個內藥的男主角 強棄的女主角 好過 真意 起碼跟之前那些 跟之前那些 熱血的 男主角比起來 都算是比較普通 所以 其實 這一種類型的作品 有一種同稱 叫做《世界系》 什麼叫做《世界系》 的意思是 你不是說 只有一部機械人 可能拯救世界 那種 男主角就是 整個世界的關鍵 傳媒的關鍵 或者這樣說 《逆世神陰》 走了一種 就是機械人的風格 就是 他屬於 勇者系 機械人的風格 就是 僅此唯一 或者是 最特別的 就算是有很多機械人的世界 他是一部特別的機械人 他會走這種 這種 因為其實比較簡單 因為 如果你說到 其他的動畫公司 做機械人的 可能會做得太多的人 而變成了軍武片的形式 那就可能會分駁了角色 沒錯 不過《世界系》的特點 就是他比較探討 就是那種人心 例如說內藥的男主角 和他被世界 可能你要保護世界的壓力 壓著下去 他的人 尤其是會用少年的角色 比較多 因為少年的反叛期 那時候他怎樣 那種人的掙扎 怎樣成長 就是這個世界裡面的特點 就是 世界系統的特點 就是可能會有抽離 就是 抽離的意思是 他會是 你整個世界 雖然知道他會變成危機 但他很少描寫 他世界裡面 怎樣運行 但他重點是放進去 那個角色之間 去怎樣 靠他那個機械人 去保衛世界 那方面 重點是focus 主角 主角身邊 裡面那個 戰鬥的要員 是怎樣 而 你們的景 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 他比較喜歡 把女主角弄到 一定不是人類 一定是非人類 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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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嚴格分類 他是屬於機械人的一部分 他是機械來的 其實是屬於 部件 部件 不是一直打到生出來 不是一直打到生出來 差不多 總之 總之一定是人外 他比較喜歡人外的設定 我發覺 在機人片的執著裡面 當然 你男主角 跟女主角交集 你有人外 當然會多姿多彩一點 多姿多彩一點 不過 我程度上 人外 因為他機械 這種特質 可能是沒有感情 沒有感情 和一個男主角的掙扎 當他們兩個相比之下 就會反映出男主角的感情 是怎樣形成 怎樣運行 或者這樣說 他前期其實會比較多探討 就是 用人外的方式去看人外 他在機械人 他在這些片中 即是你無論之後 可能再之後的 就是交響司編 他都著重了在這一點方面 嗯 我覺得很深刻 就是 其實我結果是不知道 說什麼 我結果呢 就是 兩人打 打贏了 他就可以做這個世界 這個舊世主 然後把所有的 全部都自己設定過來 他是說調和 調和這個世界 沒有的 他直到現時為止 他都是這樣做的 都是不明白的 即是他講了一堆 這個世界 無緣無故有戰爭 那好吧 打贏了一段之後 打贏了一段 就覺得不想有戰爭 好了 reset 那條和平 但是他就會有很多 很意識流的畫面 對白 各方面混在一起 於是你又覺得 那個結局其實在做什麼呢 可能你搞了一段 才發覺 原來是這麼簡單的事 只不過是 是的 但這方面真的 挺有Bones的特色 其實後期很多動物 他很多東西都不知道 不太喜歡 說得很清楚 還是完結了故事 而是要加一些 比較多 意識流的對白 和情緒下去 是的 雖然就算 你用 通常他用Bones 偏劇方面 他沒有特別用得比較多 自己就 但是他比較喜歡做這些故事 比較多 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是否 Bones的內涵 會偏向這個方向 但其實我覺得 他去到中後期 其實過了火位 我覺得 我總 好像你說 現在過了液晨聲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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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都會有機會說 到你之後 交友詩編 其實交友詩編是更加嚴重的 這個問題 30集 我跟不上去 交友詩編 其實開頭 開頭很簡單 一個為了衝浪的少年 很簡單 然後跟著 跟女主角一個命運的商會 而坐在機械人那裡 很黃度的設定 即是 頭十多集 我覺得有少少是 所以少少說 他是在玩那個男主角 其實交友詩編的 個案就是 他越去後面 就越拉大 然後越拉 就越大 然後拉到最後 我就懷疑 有時候 我看了兩次 才明白 最低到最後 他想說什麼 其實你說 如果交友詩編 對比起上一套 交友詩編 他講的 開頭前半段 會比較集中 說男主角 一個少年 未見過 世面的少年 去看任何事情 然後到開始 慢慢他成長了 跟著 戀愛了 一開始 開頭那些叫 單戀 單戀 只是單戀 有到 其實是混淆 頭半段 就是 比較像一個 有些像 其實是 你當時 《逆神細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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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套劇的中心思想 都是說男主角的成長 但他沒有那麼懶酷 沒有那麼 好像比較絕望的感覺 比較淡一點 會不會呢 劇場版很絕望的 這個問題 其實如果 TV版 那個時候 其實 你會看到 故事最終 男女主角 都得償所二 可以在一起 但他流了尾 我不知道 風師覺得 這種結局 都不是很適合自己的風格 在這個OVA版 裡面 是慘無人道的 結果是 OVA版 但他無端端 他本來是地球人 但結果 他就變成了 魔人 變成了一個神 我覺得 OVA 這個題目 OVA那裡 就過火了一點 他真的玩大了 玩另外一個地球出來 平衡世界 其實我覺得 比較無謂 其實可能 他想用另一種 形式去表達 整個故事 他怎麼都想 弄一單悲劇 給男女主角 為什麼 《逆神細陰》 我覺得 為什麼《逆神細陰》 醫生 突然變成 亂同僻 你不要說 OVA最慘是 那個肥仔 變成 色狼 然後被人一槍 爆頭死 那一刻簡直是 不要說 TV都是死光 全部死光 TV是叫做 他們在 緊存的生命裡 去追尋希望 但這個是 他們在 緊存的生命裡 追尋絕望 不是 在緊存的生命裡 尋找了 中二 都全世界去死 其實TV 其實TV 一開始 最尾是想 閃光所有人 在月球寫過 Erica 然後就閃光 又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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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覺得熱血的人畫就OK 如果想找那種風格的人畫,就只有Bones,就只似一家 沒有去到他只似一家的,應該說 其他人不做的 沒有去到他只似一家,也有其他人有做的 不過你說,那個特色是建構了,這個就是Bones的特色,就是他自己 其他人可能剛巧想到一個劇本的故事 去做一個故事,但不是故意是Bones的風格 沒錯,因為Bones的風格就是原創故事最表現 Bones是很多原創動畫 你會看到他每一年都會有一套,甚至多過一套的原創動畫 例如我們剛剛看《交響詩編》,因為近年我們聽眾可能比較多接觸 2005年的動畫 中間《交響詩編》都配合了很受歡迎的改編動畫 例如《英蘭》 不過這個改編就不太多看 中間也有兩套原創的,就是《獸王星》 《天保二文妖騎士》 不過這兩套人氣就不高 因為我最記得《天保二文妖騎士》和《腰斬》 原來他打算做一年回的,但這套半季就結束了 好像是不是《天保二文妖騎士》 應該是《天保二文妖騎士》 《獸王星》就比較記得他好像找了一個男明星出來配音 是《天保二文妖騎士》 《天保二文妖騎士》 《天保二文妖騎士》 首先超能力的戰爭基本上是後期才有組織對立 後期才發展出來 有組織組織之間的對立發展出來 一開始都是一個短篇故事來做建構 其實都是講人性 即是你講契約者之間的人 那一刻是怎樣拘捕 另外就是黑子契約者也是另一個世界 門那種設定都是另外再架構出來的 沒錯 因為它靠短篇故事 一個中心思想就更加明顯 在每一個故事裏面 還有黑子契約者的講一配角都很深刻 因為每集都要出 人當是黑子契約者的代名詞 我記得是無邪說過的 其實已經不算多了 因為他每次都要出一個契約者出來被殺 因為其實早期你說去到黑子契約者之後 Bones的作品其實總之 很多其他的作品 可能正義那方的配角都未必要死 但是在Bones的動畫裡面的辯當率是非常之高 是主角的朋友 或者他的同伴的話的死亡率是非常之高 越近就越高 黑子契約者已經算好了 如果你說說第一季來說 實際就是四天早前 死了一個男人的貓 死了一個王 真的死了一個王 貓也沒有死 貓其實你講一下叫死 不過他當他死 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如果願意餵他三個歐就OK 反而就是 你說如果說回契約者來講 他 比較特別就是說 他可能其實都是短片故事的 例如阿鏡花所說 他都是兩集兩集這樣 每次是一個思想 有很多不同的動畫都會用這種方式 但是反而就是 有很多動畫他做這件事 就不是這麼深入 而他這一套 他做短片故事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捉到一些比較重要的人物 例如說最簡單有個王 王其實他也有自己的故事 其他角色阿銀阿貓那些都會有的 基本上你會覺得是深刻一點的 就和那些動畫 可能說這兩集我要介紹某件事 就突然推出一個人物出來 介紹他 然後就說這個就是今次的重心 那這個人可能這兩集之後就要了 會有 也會有的 例如有個契者說他用他的能力會衰老 也會有這些人物的 但是他這些人物出來的時候 通常都會跟主要人物有點交錯 又或者他本身甚至可能是一個復刻 就是對他之後的主線其實會有影響 所以就變了說他那個交錯感覺 是會比較複雜些 還有他是比較聯繫阿 那個關係性會比較緊密些 那就變了不會覺得好像很散 明明他是單元的 但又不會說去到散修修 整套東西好像是合在一起 還有呢 他是在這個配角上 還帶了一些類似主線的物體 所以 這個也是一個覺得沒有那麼散的原因 因為他是靠那個主線才是另一個 Amber的組織 其實是靠那個大島 這個他還要比較後一點 那也是的 實際反而 因為他這套戲他用了很好的復刻 就是說 他頭過十幾集 那一刻都是為了這個組織而賣命 也不算賣命 就是工作 最終才發現原來不是的 整個部份都可以推翻了 但又好像很合理 就是他這些 你會覺得是前線化 例如說你十幾集來說 他的基礎都是這樣的 到最後才推翻你 你會不會覺得 原來整形戰略不俗 重點就是黑一開始 比較像一個觀測者角色 如何去帶出故事出來 而本身自己的發揮不多 發揮算是 我不知道你指什麼發揮 我覺得他很慢 但問題就是 他不會很直接去影響那個人的行動 對方那裏 他不像一個 引發事件的起點 我反而是 你這樣說 或者可以說 事件通常都真的不是 合理引起的下題 只可以收縮閃過他 沒錯 說簡單來說他是事件中建者 他是 他就是 劈殺所有人 可以了你不用煩了 我幫你去他們的生命 即是你可以說是 見證目標 他的人生的最後 你可以說 通常都被殺了 有點像一個旁觀者 還有他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還有一件事 我想做得比較好 就是他的心態 你剛才所說 其實Bones 做一些動畫 是比較強調人性的 有時候 動畫感覺上 就好像 大家都是青年看的 應該正面一點 很多人都會覺得這樣 但反而 你說黑之恰恰 他真是 人們說黑是很帥的 但其實你看回第一季 你會發現黑都很殘忍 即是說殺就殺了 不說其他 真的說殺就殺了 那種感覺就是 會覺得 這個真是現實 他是真是一個特工 他是真是一個殺手 就不是說 要說一大堆 你不可以打 不要打 我們誰是對朋友 不會說這些 我想無邪 你剛才所說的感覺 其實人們會在第一季 即是初期 早期的時候 會認為 可能這是黑獲得能力之後的代價 就是因為沒有了感情 如果這樣代入他 人們就會變相 他不是因為他冷血 而是因為他沒有了 所以轉移為同情 即是覺得 原來後期 他真的 即是對我後期是不知道 即是對我後期就知道 原來他沒有代價 原來他是 一開始猜的代價 要是大成 即是沒有感情 就是沒有感情 所以這個也是他成功 在角色塑造方面 成功的原因 在黑獲得能力 所以當然 姑且你不要說 第二季 所有東西都推翻了 這個我覺得算了 這個後面會說 一人才說 但如果說第一季來說 基本上 絕大部分角色 其實那個 他的立場都很確定 即是不會說 左右右擺 即是說回來 即是大叔王 其實你覺得王 是很討厭契約者 由始至終他都很討厭契約者 當然一開始沒有說原因 但你會從他各種不同行動 都看到 即是很鄙視他們 即是很不蝕 但又因為工作所在 所以要做 即是那種感覺 他每一集都是 透少少出來 你就會很深刻 到最後 其實都說了一個原因 即是外人 所以那些角色 必然是很分明 重點是說角色 而不是說能力 他們怎麼發揮 怎麼打 那個是配賽 其實他都不算很嚴謹 最簡單的就是 你有一個啟人力 就會有一個代價 但問題是 那個啟人力和代價 其實是否相等 如果你要探討 有一個很大的議題 你要交給他的鋼紫電鋼紫師 去探討 所以那個變相 其實他就是 撤了這件事出來 但你沒有問為什麼 即是我可以 每次都說 可以說三三所說 他的能力是電機 然後他的代價是給女 嘩 兩人都是正面的 你不能回答過 他說是就是了 其實我覺得 黑之卻底有件事 是 他的代價 對那個人來說 是一個 犧牲頗很重要的事情 即是 我記得 第二季 雖然是第二季 他的魔術師 要暴露自己的魔術 是的 即是 他自己說過 雖然很奇怪 他是要暴露自己 魔術的手法 這對他自己說過 魔術師來說 是一個很致命的地方 或者 對那個代價 對那個人本身 有一定的關係 雖然我沒有 原本的故事 但我一個女生 是噴火的能力 接著他代價是唱歌 是跟他的故事 身世方面有關係 其實都是刻畫 那個角色裡面 那種東西 因應需要 喝牛奶 抽煙 喝酒 嘴人 喜歡喝酒 要喝酒 不喜歡吸煙 要吸煙 要吸煙 但是我講的是 那個人 可能未必是 因為某些東西 因為喝牛奶 牛奶這件事 是讓他想起一件事 是不喜歡的 但因為這個代價 要讓他想起這件事 所以一樣 可能說 因為我唱過一次 他自己覺得姿態差 所以變得陰影 又可以 很難行動 他怎樣是等於 對家 很難的 這件事 其實最終 都是說 他是為了襯托出 人類的缺陷 那件事 就算你是一個能力 你有多強 他都會硬 因為你有這種能力 他就給你多了一個缺陷 你都不是猛銀 就算你是超人也好 也有一個缺陷 沒錯 還有我記得 最後講一下 這個故事的結尾 已經算是最不意識留的 一個 最完整的結尾 已經算是 我不覺得他很完整 不好意思 我完全不認識 講回第一季 對 第一季 我不覺得有多完整 不好意思 等下出來一起圍 當然拍手掌 是想不到沒有拍 真的 但重點是 你再給你 逆神細音 那些 你覺得已經算是很好的 他還會知道他在做什麼 他還是有那種 就是他最後都要有一個 很 沒有 沒有結尾的 就是開放結尾的 給你 你會不然覺得 那個人很正義 電爆了 那些東西 那當然不用死 人類不知怎樣 天堂之門裡面 他不想死 他不想死 你不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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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麼白 你不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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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不會 他好像都不算死 但是 他的意識不存在 好像是黑裡面 沉睡著 因為 應該這麼說 白的能力 是黑計成了 其實黑所用的電擊能力 只是白 只有一部分 簡單來說 如果他是真覺醒的時候 他有白的 100%能力的話 他是瘋的 很厲害的 說到白的時候 那是黑會不會說 女際音 那些 是不會的 希望 那之後 其實你說 Bones其實 都嘗試了很多 不同類型的作品 除了Duck and Back之外 然後 然後 我記得最深刻 就是他幫PS3的時候 所謂的開路動畫 他做《亡理之集》 沒有得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過 因為他 是PS3才能播放 之後有播電視班 但已經過了氣 感覺 但那套 應該說 開路動畫 就是提到作畫那方面 你知道PS3 賣 賣高清 然後那套 出名 就是那些畫 好得不得了 因為他 我記得 那個監督 是 《吉堡力工作室》 即是龔麒進的工作室 那裡出來 畫風是比較 偏向那邊 而之後 他最發揮的手配功力 就是 這方面 他有那方面 如何表現到 手配作畫的勢力感 就是這裏 其實一直都是 《Bones》的動畫 是偏向這個手配 就算近年 他用3日 也用得很少 雖然我沒有特別看過動畫 但看過那些 《Mad》 《OP》 例如《狼魚》 即是很舊的動畫 他打鬥的畫面 畫得很漂亮 例如《Duck Good and Brad》 我剛剛有 前面討論過 就是 他那些是貴精不貴多 打鬥的 其實 我覺得《Bones》的動畫 他戰鬥是偏短的 不是很長 但是 因為他 因為短 所以你會覺得一個爽快感 他著重速度感 無論你說《CB》 或者《逆神細音》 也好 《逆神細音》真的很短 就是在畫屏流程 射之戰 搞定 完 沒兩位下對場 或者《Duck and Brad》 老實說 《Duck and Brad》 其實以一個二人者的對戰 你是用能力的 就已經蓋過了身體能力 幾乎 所以很快就會分到勝負 其實有很多華麗特效 看《CB》的時候 幾十支Acer 不知如何轉彎 又要直角轉 這是《交響詩編》 《交響詩編》 如果你說提到《交響詩編》 這個位置 其實他其實是 不是用到那麼足 你看到就是他的飛彈 是跳的 而且他的飛彈是在直角假身的 他那些飛彈是在直角假身的 他那些飛彈是想起《Marcos》 比《板日馬》還厲害 就是《Marcos》那些是慢慢回過去 但是他的那些是直角假身來的 那些是 你會想到一樣的 有沒有可能 它是Laser也是直角假身的 我都不知道 Laser可以接射 其實那樣在想 是Laser還是導彈 它兩樣都有 兩樣都有 對 那些明顯是偷格的表現 不要緊 那些機器才可以 你不要再學不到 那你不要再學不到 但其實 再說一點 其實那樣在OVA才是玩這件事 正傳TV版是沒有什麼玩導彈的 說著主角機 就說著主角機 是真的拿刀去撐 不是 我說著主角機被人捨 是主角機被人捨 就是主角機被人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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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OVA是多玩的 而且還有玩吹牛跑 我們繼續講後期原唱動話怎樣 後期原唱動話怎樣 後期原唱動話怎樣